大家好,我是张鲁萌,来自华尔云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服务任性 将会介绍在分布云场景下 Kamada和Eso结合 共同来管理 声音小是吗? 我再近点,可以吗? 大家好,我是张鲁萌,来自华尔云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关于服务任性 将会介绍在分布云场景下 Kamada和Eso配合 来共同管理多集圈的负载和流量 共同提供应用的韧性 这样一个实践 这是我的一个简介 我是华尔云分布式原生 U4S架构师 在过去一些年里 主要在华尔云里边做原生相关的设计和开发工作 包括在过去的四五年里 一直负责华尔云的应用服网格 这样一个产品 今天我讲的内容主要包含如下这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个韧性的背景 我将会介绍 将会介绍KBS和Eso 在韧性方面的一些能力 KBS和Eso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们今天将会简单地从韧性的视角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提供哪些能力 第二个是说分布式云是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些韧性的问题的 并且它引入了哪些挑战 最重点是我后边的一个实践部分 将会介绍 将会介绍KAMADA 怎么去改善多极型分布式环境下的一个负载的一个韧性 然后是Eso怎么去解决 多极型场景下一个流量的一个韧性 和两者配合 怎么去让用户提供一个更优的一个韧性的一个方案 好 先下面开始我们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做一句话 一个简单的背景 就是韧性它是描述这样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 就描述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系统在过载异常 甚至是受到攻击的时候 它还能保证一个基本能力 这样一种能力 实际上来说的话 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 就说虽然我们大家在座所有人 我们都不希望有失败 都不希望有失败 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系统 总是会失败这样一个现实 所以我们要面向失败来设计我们的系统 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是实际上来说 就是说系统的一个韧性 它不能保证你能挣到多少钱 它能保证你少赔钱 有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在我们在 不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各种这种系统 还是我们在间接世界里 包括我们做云 大家做自己的应用 里边去做系统设计的时候 其实韧性一直是我们去考虑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面向任性去设计我们的系统 下面我们试看一下 就是我会说一下 KPAS和Easy 我们那个它提供的一些任性能量 KPAS大家都会非常熟悉 它提供了一个像我们说是 Deployment SiveSide或者Service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个核心对象 来保证我们通声明室能配置 我的我的服务有多少 有多少实力 然后有多少的那个 并且提供一个多少实力 然后并且提供一个全局的 一个统一的流量 统一的入口 来进行一个负责经衡 然后来保证我们的一个 一个服务的一个正常运行 和原来传统虚极比起来 KPAS除了提供一些流量的 除了提供一些 我们正说轻量 敏捷 也要弹性这些能力之外 通过后面的介绍大家会看到 其实它以平台的方式 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一个韧性能力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来看 这张图上所有都画了一个圈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认识 实际上来说 我们从韧性角度去看一下 比如说它提供了一个 我们多实力 实际上通过容错的方式 来保证服务的坑性 通过特别是提供了一些 比如说跨节点跨AZ 这样的一个分布部署 来提供进一步提供 在一个节点和AZ故障的时候 能保证其他地方可用 进步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不过大家说 在HPA在系统过载的时候 我保证系统不会 在系统那个 保证的系统不会过载 然后包括 我们说的那个滚动升级 这样对吧 在升级过程中间 我们先退一点 先创一个新的 再生一个旧的 保证服务不会断服 从而提供服务的一个可能性 保证升级的优雅 包括下边这些提到的 什么reignless leavness之类这些东西 保证一个故障自语 包括我们能说的 login metric之类这些东西 这些平台化的方式 向我们提供了一个 监控的能力 保证我服务在出问题的时候 能很方便能发现它的问题 包括 我像confirm map和secret这些 我们大家熟用的 实际上大家已经是 也没有发现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原来服务里边的配置 我不用写在代码里面了 实际上来说 我如果有变化 只用改这个配置就好 其实实际上也帮我们 减少了一个 应该变更带来的风险 就注入这些能力 从任性视角去看看 其实KPS除了我们说 它很强大的一个平台之后 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 所有我们熟知的功能 都是面向任性去设计 那同样ecio其实也是一样 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 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它一个非信用的方式 通过透明代理去拦截流量 向我们提供一些流量能力 然后帮我们做很多的 七层的能力 我们会发现 其实ecio提供 大半我们耳熟能详的能力 基本上全部也都是 面向任性去做设计 比如说我切的这张图上来看 因为后面要讲实践 所以背景可能刻意过得快一点 比如这样图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大家都一般 包括我以前出去讲 都会讲说 ecio是在KPS的一个资源的技术上 或负载技术上 用户提供了更多的 一些七层的 面向应用的一些能力 对吧 这个说法我们大家也都在讲 包括我们原来写的书里边 我那个学研里边会这么讲 其实这个观点 更也适用于任性方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 比如我刚才讲的 KPS一些任性能力 都写在左边 那中间来看一下 在中间这块的拓展出来 是ecio的一个任性能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 KPS提供了一些四层的负载进行 那ecio在这个技术上 它除了提供四层之外 它还提供了七层负载进行能力 并在七层基础上 还提供了一个 比如说我们说 一个防纹的轻和性啊 然后再一个防纹的故障导换 之类的这些能力 这都是面向任性的设计 然后包括说我们老说的 ecio提供什么 retry 那个ret limit 然后timeout之类的东西 通过rechart提供服务的一个成功率 这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通过那个通过线流 来保证系统不过载 对吧 包括我们老大家经常用的 ecio这些东西 做一些灰度发布 其实本身来说 通过灰度能保证我们服务 在做升级的时候 不会导致一个故障 全部故障 对吧 提供服务的一个可能性 包括下面我们老在说的 trace login和那些 那个指标或凋链 实际上来说 在说在我们应用故障的时候 它通过非侵入的方式 能帮我们做一些 故障的一些定位定解 这都是对于我们一个 面向任性的系统设计 都必不可少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 很好用一个能力 就是像我们说 那个故障注入 对吧 就我的系统 在运行之前 我可以对它注入一些故障 来发现我们系统 是不是有些问题 这也是一个 提高我们系统任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们讲到这 就会发现 就是KPS和easeo 实际上它提供了 很多很多的能力 来帮助我们 以平台的方式 包动我们 来保证我们系统的任性 那我们在上面 只要构建我们的应用 是大部分时候 它就满足这样一个 任性设计的 OK KPS和easeo 它提供了很多这种能力 但大家有发现 其实它这些能力 很多时候 都是集中在一个 一个单个集群里面 单个我们就说 准确是单个 KPS集群里面 比如说提供了 我们刚才说的节点 AZ的一些反星核 然后提供它的一个可能性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或者有没有碰到过 就是如果我这个时候 我如果所有的业务 都不在一个集群里面 如果集群故障了 不管什么原因 比如说集群自己的 所有的数据面 或控制面故障了 或者集群 业务结合的地方出了问题 实际上整个应用 都会受到影响 但我不点名 大家应该有应用 就是在过去这些年 实际上这些东西 出的最多的都在一个集群升级的时候 结果升级的时候 如果集群本身有问题 或你的业务 适应性不太好 这个时候整个集群故障了 整个业务就受影响 然后最终的影响 影响到我们最终的用户 这个东西最根本的原因 实际上就是 我们老在在这种系统设计的时候 我们说一个故障半径的问题 它的故障半径太大了 对吧 就是有点像我们老在说 就像它把所有的鸡蛋 都往一个篮子边放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篮子倒了 所以没有一个鸡蛋 是能幸免的 那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其实思路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我们把它分开呗 放多个地方 对吧 我们老在说 把鸡蛋不放在同样篮子里面 对 就怎么去分开 怎么把这个分开 实际上 K8S是提供了这样一些手段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哪些能力 来帮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有一个我们是 我们认为 或者我们主张认为是 分布人是解决这种 当然分布人他有很多的能力 我们认为从任性的视角来看 分布人是帮我们解决 刚才那样的一个全球性 失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分布人反正这些年里面 实际上大家说的也比较多 他一个 我给他一个定义 或者我整理到稍微强一点定义 是这样的 分布人描述的是说 我在多个物理上的 不同的位置上 运行我的云服 云基础设施 包括在公务员 然后第三方云 然后用务的数据中心 甚至边缘 然后各种地方 运行到云基础设施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那个 让我们用户的业务 能根据用户的期望 运行在各种地方 同时呢 它是有一个特点 就像我这样图上表述了 它是同一个 孔零的控制面来去管理 这是分布人一个定义 那实际上在分布人 在与原生结合的时候 会有一个在原生场景下的分布人 我们把它叫了一个分布人员生 像华为的 UTS这样一个服务 华为的员生 分布人员生服务 所以它提供的 就是我们试图提供这样的能力 就是说 用户的云员生的一个 基础设施 可以翻发到 任何用户希望的地方 也就是说 给用户提供了一种能力 用户可以把自己的 原生应用 运行在任何 它认为合适的地方 我们提供这种基础 来供用户选择 可以看到 通过分布人 通过分布人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 就是分布环境的一个部署 它天然其实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 因为通过一些冗余 或者一些冗错的机制 帮我们解决刚才我说的那个 全局失败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云故障了 或一个地方 一个物流位置 地震了 之类这样的东西 保证我们总的一些应用 用还是可以用的 当然可以看到 这是我对分布人的一个 一个总结 可以看到 就是分布人 它带来了很多的优点 首先来说 比较明显看到的 因为它是 应用是 离用户离友更近了 所以天然来说 它的时间会短一点 对吧 我把我的 把云服务 布在用户 数据边上 那当然它时间会快 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分布人 我可以把用的 我的数据 或者用的服务 布在一个用户希望的地方 它天然是容易满足 一些合规性要求的 比如把所有的 数据放在公务员上 很多时候 其实是不符合 不管是政府 或者一些要求 比较高的企业 它的一些要求 那当然更多的 我们可以去看 就是它一个 很好的一个困难性 因为比如说公务员 我总是在公务员的 机房里面去计量机 有设施 让人很慢嘛 对吧 如果我用分布人员的话 实际上我可以在 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用户的数据金 说有资源可以用 用户也愿意用 我也可以把它纳入进来 我进行管理 从而向用户提供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资源池 对 那还有就是 我们今天说到的 韧性的能力 就是我们说 它因为提供了冗余 然后提供了容错能力 所以进而不提高了 一个服务的一个韧性 但它不是所有东西 它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实际上分布人员 其实大家使用 包括我们实验中间 我们做这个产品 其实也碰到了 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首当其中 就是这个复杂性 因为你管的一个 物理上很大 分而内的一堆资源 想想就比较复杂 那怎么比你原来 管一个单个集群 或者在一个单个物理位置 管这样一个 有限的资源 它会复杂多 然后另外一个 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 异构性 或者叫异智性 因为管的 在一个比较大的环境上 有些管多个厂商的资源 它天然的一些 不同的OS 不同的软件 不同的硬件 甚至不同厂商的资源 会很多异智性的 异构性的问题 会带来很多的 你管理上的复杂度 当然与第一个 是相关的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说安全的 还有一些实验的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 因为它是分布的环境 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 说它能减小实验 但实际上 如果你流量走不好的话 其实实验反倒变大了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做分布语言 我们做产品 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 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KPS 它是有很好的一个设计 大家知道 它有一个 相对标准的一个API 然后帮我们解决一些 复杂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 第一个复杂性的问题 但是在一个 分布的环境下 比如说多个集群 多个KPS集群 你怎么把它能管好 并让用户提供一个 比如说尽可能 一个单元的体验 用户原来用单个KPS 差不多这个体验 其实还是挺挑战的一个事情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一个解决方式 我们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发起 就是Kamada 可能是一个 我们认识 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 这是Kamada 我从Kamada社区拿到的 找我们同事 拿到一个 它的一个架构图 它里边讲的东西比较多 我们就是指 比如说他上面讲 自己的集群管理 全局服务师图 然后统一什么认识 统一那个 什么复杂 跨境复杂分发 之类这些东西 我们重点只关注两个 与今天我的演讲议题相关的 一个就是Kamada 它到底是怎么解决 刚才我上一页提到的 分布语言 它的一个复杂性 和依构性的问题的 第二个一个 是Kamada 它怎么去实现 我们刚才说的分布语言 能提高应用的韧性 它具体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这是与我今天 那个演讲主题相关内容 我们讲Kamada的时候 重点会看这两点 首先回答第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 Kamada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模型 里边看的内容也比较复杂 其实我们也把它展开 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可能有其他分论谈会 有些同事会讲Kamada的话 讲的比较多 我们重点看一下 它是怎么解决我们的一个 解决我们的复杂性问题的 Kamada它从它的设计之初 实际上这么来干的 就是说它里边的话 我们所有的用户 我们的管理入口 都是Kamada它的一个管理面 一个控制 我们或者是一个管理入口 作为一个管理 用户所有的一个配置 然后所有的 我一些一些维护的东西 通过一个统一的控制面去管理 这也符合我刚才讲的 分布语言的 它一个模型定义 就同一个一个统一的控制面 是管理所有的资源 不仅如此 Kamada在这个基础上 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 从我们这个 从这个设计之初 它是和单级群的 原来我们用的API 它尝试去兼容 也就是说在API用 使用上 用户看到它所有的那个 我们叫CRD 或者资源对象 都是原来我们单级群的资源对象 完全是兼容的 用户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创一个 单级群的资源对象 不管是department service这些东西 然后再通过一些 类似propology 这两种一些 多级群的一个配置 去修饰它 就能保证 把这些资源 分发到多个集群里面去 并且维护这些资源 那个生命周期 帮用户管好 一个多级群的一个资源 这是Kamada它一个 在设计之初 我们的一个设计的入口 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早期用过 COOFID之类的 你就会发现 它与COOFID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不同的 用户不用为了 一个多级群的管理 你去再引入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 一整套的一个资源对象 对于用户来说 其实门槛 还是降低了不少 那从我们刚才讲 那个多级群的复杂性来说的话 它通过这种方式 实际天然的降低了用户 管理多级群 或管理一个分布的应用 它的复杂度 对 然后下面就该说到 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Kamada 它到底是怎么去实践 这个分布的云 我们刚才那个理论上 理论上讲到 它的一个 能提高应用韧性 这样的能力 我分三个场景 可以简单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 我们说任性场里面 我们那个在K8S 或者在一个 我们的一个负载吧 我节点故障 是很容易碰到的一个事情 那在K8S本身 也只是这样一个能力 比如我节点故障的时候 它会选另外节点 把泡的拉起来 那Kamada 它在一个分布的环境 下面来说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图上 是有两个集群 如果假设 比如说 左半岸这个KLCE这个集群 它如果出了问题 在一KLCE集群上 某一个节点出了问题 但这个集群所在的位置 它没有节点了 那这个时候 你这个死活 你这个泡的11和泡的12 就起不来了 因为没有资源 但如果是一个 分布的环境下 我有两集群在管 那我如果在另外一个集群里面 它有充足的资源的话 其实它完全可以做到 我在另外一个集群的 另外一个集群 给你再去拉起 再使用一个节点 把这个泡的11和泡的12 给你在另外一个集群拉起来 那对用户来看的话 就是我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 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其实是 提供了一个 比较大的可能性 对吧 合原单集群比起来 同样的 实际上这个关键 也适应于我们 那个AZ的一个可能性 AZ的一个反清和 基于AZ的可能性 实际上在那个 在那个 我们讲在原单集群里面 其实也有这样的能力 那如果说 我们用了像卡巴尔 这种多集群能力的话 其实它会让你做的 更灵活 或更强力一些 你比如说像这个图 让我们试一到的 比如说 我这个有点AZ 一个是AZ1 一个是AZ2 如果AZ1整体故障的话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AZ1整理故障 AZ1上所有的节点 也不可用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AZ2节点不可用 如果AZ2上 如果AZ上有对应的节点 并且时间充裕 它完全可以在AZ2上 把这个节点给拉起来 然后把AZ1上 故障的负载 全部迁移到AZ2上去 看完里面 本身它还支持 比如说 我配各种这种 比如说像那种 迁移的一个模式吧 比如我配一个 类似UR模式 它还可以控制说 比如说 我在AZ2上 就是右半来这个CAS2上 我把这个拉起来之后 我再把AZ1里边 这个资源给它释放掉 诸如此类的东西 能保证我们在那个 AZ故障 或节点故障的时候 我通过提供一个跨级群的 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可用性 然后提高那个应用的一个 最终来说 就保证我们应用的一个韧性 就是我们刚才刚讲到的 节点和AZ这个 其实可用性本身 单极群 其实也有对等的能力 那我们做 我们做多极群的时候 是把这个能力看着 是在另外 通过另外一个方式 在更大的物理环境上 把它提供出来 像应用提供另外一种 另外更多的选择 但是极群的故障 就刚才我讲 那个鸡蛋蓝色 那个事 其实才是 其实才是多极群的方案 和我们原单极群方案 它一个差异化的一个 非常差异化的能力 这实际上也是 我们想讲常见来说 Kamada它一个 差异化的一个不同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这张图上来看 我有两个极群 Kas1和Kas2 比如说Kas1 它就我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 它就 它就故障了 它就故障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用一个 我们用一个单极群的方案的话 那Kas1的故障 我所有的业务都在里边 那业务整个就挂掉了 那最终传到我们用户 用户这边 别人拿手机再干一件事情 可能这个时候 大家就全部就不通了 但如果我有两个极群的话 那实际上来说 Kas1如果故障的话 其实我们有各种机制 能检测到这个极群的故障 我只要发现这个极群故障 就会把这个极群 我们其实实际上 是这么来干的 Kamada实际上 是这么来干的 就会在这个极群上 打上一个污点 打上污点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 打上污点的极群 它会被Kamada 调度侧者认为 是不会容忍 这个时候呢 就下次在做调度的时候 就不会把那个负载 调度这个 我们认为有故障的 一个极群上 而会把资源 会调度到其他极群上 我这样图画的比较简单 因为是为了方便表示 只有两个极群 比如有三个极群的话 那可能就是 Kas1上的一个负载 我可能就会分发到 另外二和三的极群上去了 那这个时候 即使Kas1故障 实际上我用户 总体来说 我的那个 我负载数有无微变少 我还有两个极群 我还有 还有其他的资源 然后其他极群里面 向用户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能力 对 说那个 Kamada 我们在多极群的负载 它的任性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 稍微看一下 那个 一手他提供的 一个多极群 那个能力 因为前面我讲 一手能力的时候 我其实讲的比较快 就是我们可以 我其实也讲到 一手他提供的 我们说 像这边列举出来的 一个像熔断 限流 然后重视 然后超时 这里这样一些故障注入 然后吹散 uxus log 质量这些能力 这些能力 实际上 对一手来说 它是定义 所有这些能力 都是定义在一个服务上 就像我这样图 试一道的 我去比如说 我这个所有的规则 不管是Value Service 还是Dat-Centure 我都定在Service 3上 这个时候 不管Service 3 它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 单个极群的服务 还是一个 你一个多极群的服务 还是怎么样的服务 我是描述在 这个服务入口上 对吧 所有的 你对这个服务的防问 都会应用这样的策略 所以来说 所以说 我们从模型上 或理论上 甚至说 一个从一个流量策略 一个定义上来说 实际上一手本身 是不区分单极群和多极群的 虽然我这个命题里面 大家能看叫 ECO多极群流量管理 对吧 包括我们 大家去看各种技术文章 我们也经常会讲这种东西 说ECO的多极群流量怎么样 但实际上来说 从ECO本身能力来说 它是不区分多极群的 虽然ECO官网上 会有多极群的各种部署 比如控制面 它是怎么部 是它有多控制面 单控制面 各种这种 适用不同场景的部署方式 但是从ECO本身 它提供能力来说 它的单极群和多极群 是没有区分的 非说如果说 我们要有一个区分的 实际它是应用场景 不太一样 因为单极群 我们所有的负载 和我的服务的所有实力 我都是集中在 一个极群里面 那多极群来说到 我的负载 我的服务实力 可能是跨了极群 跨了极群之后 它可能有些场景上 会稍微有些不同 比如说这里边 我会把它挑到这页来看 比如说我现在 我挑出一个 这个Service 2 这样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来说 它是一个多极群的服务 它有两个实力 在极群1 有两个实力 在极群2 这个时候 我定一个流量策略 或者说 我给这极群 如果不配流量策略的话 默认你来说 流量走到 去防御Service 2的时候 比如说 它的代理 从炮的 我这样图 因为画的线比较多 可能不太好看 比如说 我这边从炮的21 这个代理出来的时候 它会默认 会在两个集群的三个实力上 做复杂健康 你可以配各种复杂健康策略去控制它 对吧 你除了这个Side Card之外 比如说流量从下面 我这Gateway进来 比如防御 我下面这个炮的11 炮的11 12 13 这三个实力 它也是一样的 Gateway默认也会在这个 三个集群之上 给它做一个复杂健康 这个时候 它根本不会区分 你倒是 哪个实力是集群一 哪个实力是集群人 它是均等的 在这个实力上 是做一个流量的一个分发 但是我们在多一些场景下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控制 实际上 我们还是需要对个流量 按集群去管理的 对吧 比如说 我这样一张图 这实际上来自我们那个 华为内部 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客户 它的一个需求 实际上 这个需求 包括外部的客户 我们其实也有碰到 大家其实很多时候 是想这么来用的 就是说 像左办了这样图上表达的 就是说我所有的服务 我默认 我这里边简单表示 我上面都是用了两个集群 多个集群也是一样的 我默认 我都是希望流量是在 我虽然有多个集群 但是希望所有的流量都是在 都是在自己集群内部亲和 也就是说我这个服务 像左办了这个集群访问 比如假设这个 但实际上的访问比这个复杂多 我假设服务之间访问 它的流量都会是 服务一访问 服务二访问 服务二访问 服务三 它都会是 直访问本集群内的实例 这就是我们一个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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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都知道 简单讲 简单讲 我访问这些访问 我访问 我访问一个访问 这个实验嘛 对吧 然后呢 我集群一访问 集群一那边实例 集群二访问 集群二实例 所有流量都在集群内闭环 这样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从实验上考虑 还是说我们真的 万一出了故障一个 一个定界 或者是我们一个管理上考虑 其成本都会低一些 但如果说 某一个集群 它出了问题的话 比如张图文 我示意的 集群一里边 这个炮的 炮的一二 这个实例 炮的一二这个实例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时候 根据那个亲和配合的 一个故障导换策略 炮的二一去访问 炮的二一 其实我们叫做炮的一 服务一吧 服务一的炮的二一 这个实例去访问的时候 它自动导换到 这个炮的一二这个实例上 去 因为炮的二 它本金的实例挂掉了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实际上就说 我在亲和的基础上 还能提供一个 故障导换的能力 也就是说 我大部分时候 是向用户提供了 一个高效 一个低实验的一个访问 但是如果说 我有问题的时候 我会自动的 随时切换到 另外一种形态去 可能稍微慢点 但保证用户 我们从手机或AP 你访问的时候 保证你可能看着是慢了一点 但你不会刷出一个 4XX或一个500出来 对吧 我最终的业务 还是可用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应用的 我们说的一个韧性 就在我系统故障 或者是因为 极军一过载 或者极军一受到攻击 我在一个地方 那地方被攻击了 这个时候 我系统还保持一定韧性 我还向外能提供一个 基础能力 虽然它可能慢了 虽然它可能是 没有原则那么 质量那么好 我可能是 做了一点的降级 但还是能保证 用户中的业务是可用 那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提供 比如说我们业务 不在一个 比如大家的业务 不在华为的U3S上 我们提供这样一个 多极群这样一个 一个负载和流量能力 那实际上你的业务 是满足这样一个 任性要求的 你不在单个极群上 自己建在单个极群上 或者自己不在一个 某个人单个极群上 你如果那个极群挂了 你整个业务可能就挂了 对 意思要提供这个 就是说我们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 它的一个亲和性 和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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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亲和性 和故障导换能力 其实它提供了 很多细节东西 我刚才讲的极群 但实际上来说 它可以提供 非常有层次的一个 一个亲和性 故障导换 你比如说 我们这样图着 示意到 我的一个服务一 访问服务二的时候 我默认来说 我是访问我 本region的极群一的服务 然后本region的极群一 如果说是 那个 有问题 那它接着会亲和 它会亲和 本region的其他极群 然后本region的其他极群 再有问题 我会访问其他region的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有个业务非常大 你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编排自己的业务 我们的服务 也会用这种方式 帮你保证 你的业务的一个访问 然后比如 甚至包括你 region二里边 有两个极群 一个叫class 三 一个叫class四 我其实可以 我们都可以通过 测试来描述 优先访问class三 比如class三 比较便宜 或某些原因 或者物理问题 比较近 然后class三 如果再不行 我再访问class四 对 就通过这种 非常有层次 非常细致的一个 清和性访问 和一个过程导演 来保证我们应用 就是访问的一个成功率 然后奔驰一个 食言 并且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韧性 对 我们刚才说到的 就是说 其实我分别讲了一下 Kamada一个多极群 复杂的一个韧性 和Eso提供了一个 多极群的一个流量 的一个韧性 但实际上来说 实际上 就是说 我今天主题是讲 这两者结合 怎么提高一个 更好的一个韧性的一个表现 我们首先一个入手 就是我刚才讲到 那个鸡蛋蓝色的问题 就我们说 我有一个集群升级的时候 因为升级某些地方 比如版本的问题 什么样 导致整个集群挂了 那这个时候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给用户 听了方案是这样子 我们有用户在用这个方案 听了方案是这样子 实际上思路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那个 灰度这一套 我搞两个集群 我当然可以多个集群 我搞两个集群 我选其中一个集群 做一个灰度集群 我把流量 全部切到另外一个集群上面去 用Eso 把流量 全部切到另外一个集群上去 就我刚才下的那些东西 然后通过Kamada 我把负载 也切到另外一个集群去 那这个时候 我对另外一个空的集群 结完之后呢 我给他 我检查我的集群本身 什么树域面空中没有问题 我再把负载切回来一些 用Kamada切回来一些 我正突然表达了 把Kamada就是用Kamada 然后接着用Eso 我给他切一本流量的回来 然后去检查一下 我这个负载上 是不是符合运行正常 如果运行正常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就认我这个集群的正常 那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会把 把所有的流量 把这流量全部 就是切到这个上面了 这个时候就表达 我这次集群的汇度升级成功 可以看到 在这个升级过程中间 用物其实 用物其实一直可以 访问到另外一个集群的 那第二波图 那跟刚才类似嘛 就如果说一个集群 升级完成之后 我去升另外一集群 思路也差不多 我就把原来集群1的 集群2已经升级完成了 我把集群1上的流量 全部给他切过来 集群1负载 就得切过来 重复我刚才的动作 然后把集群1 再给他升上去 那时候升级没有问题 那集群1就升级完了 升级完成之后呢 我会把那个流量给他 升级完成之后 我会把流量 按最初的一个配比 比如说什么集群1 比如说我负责那个便宜 或负责多或者近 我集群1要多分量 集群2少分量 反正还是原来的方式 我会把流量 往两个集群里 重新去分配 同时负载也是一样 我会用Kamada控制 把两边的负载 重新分配到两边的负载上去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刚才的升级过程中间 不管 我哪个集群有问题 我升级过程 不管哪个集群有问题 我刚才说 不管是集群本身有问题 集群版本的问题 还是用户业务 还是用户业务自己 其实我们之前出现过 比如用户 用户写了一个程序 比如加尔的那个运行环境 和我底下KPS 某些那个OS上 有的适应性问题 就这种不是你 不是业务本身的问题 却是业务和环境 适配的问题 导致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 只要你接一夜 我的视角去测试它 你只要把它测出来 就不会影响最终用户 不至于说 我一把全上上去 然后到时候有问题 整个系统全挂了 用户那个手机 APP点不开了 这种东西 对吧 然后同时 另外一个小细节 我不知道大家也没有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升级过程中间 实际上我们向用户 提供流量这个服务 数也没有变化 可以看一下 不管我是一个 我怎么切回去 我切回来了 不管是我的第一步 我就是 不管是第一步 还是我下面第二步 比如说我这个服务有俩实力 我总是保证 是有两个实力 在向用户提供服务的 而不是说 我做升级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单腿了 对吧 我一边给停了 只有另一边 那升级过程中间 比如像我们一些 大的互联网客户 他流量24小时 都是不大有一个 那个播风播舞的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给把它断一下 那时候 虽然说是能访问通 但时候是你影响用户的一个 不容易 那个表现给你过载了 也是一个问题 但在刚才我们介绍 这个升级过程中间 不管是这一步 还是下一步 我们所有时候 其实像 还是我们最终这个部分 最终这个形态 所有时候 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实力 都是按你原来 最终规划 那个容量去进行的 这也是一个 一个 就是跟用户沟通需求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说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就是说我们说 我切得下眼 除了说像那个 灰度升级 这种明确 用户主动的通过 去控制跨集群的流量 和负载之外 实际上我们今天 在讲任性 在任性场景上面 在故障场景下面 实际上怎么去用 Kamada和Eso结合 去控制 那个跨集群的负载 和一个流量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家用过Eso的 其实都知道这样一个 一个熔断 它有一个熔断的能力 非常好用 就像我这里边描述到 比如Eso的熔断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这个服务 有N个实例 如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我去考察它 如果说它这个实例 连续措次数 超过我这个预值 我就会把这个实例隔离掉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 就是我们就 这叫故障 故障隔离嘛 对吧 把出现五叉叉的实例 把它隔离掉 让流量都防了一个 没有 没有防防的一个 可能相对健康的实际上去 那这个时候 你比如说在多极群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讲多极群和单极群 其实Eso它的能力 是没有差别的 比如说我们也是一样 就配了类似这种策略 在多极群场景下边 我这个服务有 有七个实例 对吧 如果故障的时候 假设这个整个 右边的这个卡拉斯尔 极群故障 那卡拉斯尔上面 这个实例都防不通 通过Eso的能力 我会把这个故障实例 都会隔离掉 那用物的流量 都会发到那个卡拉斯尔上面 一个实例上去 这也是很OK的 其实也大多时候 这也是一个 Eso经常去讲那个故事 大家觉得都很好 但大家也没发现 这样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比如我这个实例 如果说 我这个服务现在有七个实例 然后卡拉斯尔上四个 卡拉斯尔上三个 因为卡拉斯尔故障了 你把卡拉斯尔 这个四个实例 全部隔离掉 用物虽然能访问 卡拉斯尔上三个实例 但实际上 那个流量很容易 会把卡拉斯尔三个实例 打垮掉 比如说用物的容量 我们当时容量规划 做的比较保守 为了节省 为一些经济上考虑 对吧 做的比较保守 那你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虽然隔离掉了 让用户是看着 那个没有5XX 对吧 因为等于是 你成功率提高了 你把流量都切到 一些正常实际上去 但流量还按原案的方式 去防御 你很容易 那卡拉斯尔上 就过载掉了 那怎么去 怎么去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呢 那和卡拉斯尔的配合 我们其实有一些方案 可以帮大家去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 对 刚才那个 我顺便补充一句 就是说Easeo里边 其实大家 如果用的比较细会知道 Easeo里边这个熔断 其实有一个策略 就是佩许说 佩许说 我如果说 我的故障实力 超过一定预值的话 它就不隔离了 这其实这个场景 我觉得跟我刚才讲 是有点类似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认为 我三个可用的实例 并不一定 比我三个可用的实例 加上四个 不一定可用的实例 来的效果好 大家理解我刚才说的意思 就Easeo本身 他也支持这种 就像这次逃生一样 我三个 我如果这个实例 我这个实例 故障的比较多了 那就别隔离了 就像他那样去吧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策略背后 其实有点无可奈何的 一个意思 对吧 Easeo现在其实就这么干 那有没有可能办法 我们做的稍微好一点 面前业务做的好一点 实际上我们有这样一个 解决办法 比如说用和卡拉斯尔的配合 比如说在 还是跟刚才一样 Easeo策略 还是刚才一样 我就配流量 我就配规则 还是刚才的容量策略一样 我这个时候 我比如说卡拉斯尔全部过来 我把卡拉斯尔全部割掉 那卡拉斯尔的四个实例 都是不会防 那这个时候 如果配到卡拉斯尔的一些策略 我其实可以把卡拉斯尔的 这些故障复材 全部给他牵到卡拉斯尔一上去的 只要卡拉斯尔一上 资源足够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 这个时候实际上 你用户再去 从最后访问的时候 卡拉斯尔一上 其实你也是能防通的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的话 实际上它的实际上 保持在用户期望的七个 就是还是按规划流量来的 那这个时候 就是说我认为 我们兼顾到了一个成功率 同时兼顾到一个 用户的一个资源使用情况 从而就是像我们说的 提供的一个更好的 一个服务的一个任性 对 好 以上就是那个 我今天的全部内容 但是这不是在我们的生存 这不是我们解决的一个 一些全部问题 实际上像在华文 我们像我们团队 实际上在持续努力去 去挖掘用户的一些需求 然后持续去 那个以平台的方式 去构建一个 一个任性能力 帮助用户去提高 更有任性的一些应用 因为刚才其实讲任性 是我拉了一个观点 是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非常有名的观点 就是说我们构建的服务的竞争力 能帮我们提高 我们服务的一个上限 但真正保证你 保住你服务下限的 你应用业务下限的东西 是你系统的一个任性 因为任性如果你系统 看着挺好 动不动就怪 你不一定要赔多少钱 对吧 也就是任性能保证 我们去 不一定能挣多少钱 能保证少赔钱 那我们的一个 我和我们团队一个愿景 就想说 我们希望一个平台的能力 向用户保证我们应用的任性 让用户腾出手来 更专注自己的业务 然后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保证我们自己用户 我们的客户 让商业成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